美国机构基督超自然学校 三一神圣经课程 启示者 Pastor Pauline Lee 李宝林牧师 一救恩之道 圣灵启示 神人 是由上下两个三角形组合 成为和而为一 有灵的活人 神与人和 人与神和 和而为一 玄人和一 救恩之道 三一神与人的关系 2011年 12月5日 主的灵亲至显现 给主仆 李宝林牧师 Pastor Pauline Lee 我看到神之手 在空中启示 画图写字 如同先知 但以理在空中所看到 神的手在墙上启示 写字一样 人 灵魂体 人 创世纪一章 二十七节 神 就照着 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照着 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明 创世纪二章七节 耶和华 神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 他鼻孔里 他就成为 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提 列王记上 十七章 二十二节 耶和华 命于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灵魂 扔入他的身体 他就活了 神的灵向我回答说 这个黑色三角形 代表的是 人的灵魂体 他说 上面是灵 右边是体 左边是魂 人 是在三角形的中间 人 man 就是 灵 spirit 魂 受 体 body 神 诸埃及记 三章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圣父 马太福音 五章四十五节 这样就可以做 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 造好人 也造待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圣子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要信他的不治 灭亡 反得有生 圣灵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 神所差来的 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是圣灵 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保险是信仰的中心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 使说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 主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 我们靠着耶稣的十字架 和保险得救 我们要吃人子的肉 喝人子的血 救救永生 以佛所书一章十节 是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 免同归于一 圣经 是神的话 人的生命粮食 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的话 路加福音四章八节 耶稣说 经上记着 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他 圣灵保会师 当我们奉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认罪悔改受洗 却就被赦免 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 圣灵保会师的工作 一教人明白真理 二教人认罪悔改 三见证荣耀 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神的恩典 罗马书八章二节 因为赐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们脱离罪 和死的律 圣灵的灵之灵觉 与住在人 悔改认罪 重生后 住在灵里 此时圣灵与神的灵 成为一灵 和神同在 约翰一书五章七节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三一神 是结合了圣父圣子圣灵 是三位一体 等于真神 我眼睁睁地看见 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他真实的形现 最人融合神的属性 成为一人 是成为圣徒的层次 一神三体 联合圣父圣子圣灵 彼此 都是包括在同一位神 三一神的属性 是要有一个 成圣者的品格 可塑造成为神人 列王纪上 八章六节 死地上万民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并无别神 神启示 让我明白他的道 也用这张图 告诉我们 是蒙恩的罪人 黑色三角形 代表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现在一切罪 已被三一神 上下与主同在 连在一起 成为神人 联合一体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